血藏亲父 坑害义父 大周王子姬巧的结局你知道有多惨吗 姬巧看上去并不像十恶不赦之人 虽然他外表文雅千和 实际上他是一位心狠手辣之辈 他的父亲是周族统治者 后来因为咒王的举动惹怒了众神 咒王死后 他就被天选中取代咒王的位置 在最新剧情中他已经变得给疯子一样了 其实他是为了长生误入白教后丧失了理智变得癫狂 亲生父亲都没有好下场 那姬巧的义父鬼木更没有好下场了 一开始鬼木对他非常好 虽然这个好夹杂着很多因素 一开始鬼木在和咒王的大战中 被咒王砍掉了左臂右臂 为了恢复自己的身体 之后受到姬巧的帮助而恢复过来 所以最后认下了姬巧为干儿子 如果白教不进入中原 有可能他还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但在白教进入中原之后 他就被信赖的干儿子给背叛了 最后神力散尸又被投入了地牢 现在全身溃烂 看着都太可怜了 虽然可怜也是自己自作自受的 而姬巧的结局也没好哪里去 现在白教进入中原 而姬巧也依靠白教的力量 可以掌控大权 最后在得知民族城邦兽神族进攻之后 他决定举全国之兵援助民族 但是后来在战斗时临阵脱逃 最后被叔叔知道真相后下令乱剑射杀 因拥有长生之卵而并未死亡 但长生之卵破裂后 心智全无变地和他亲生父亲一样癫狂 永远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真是风水轮流转